大家好 我是孫韻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爆邊 教育問號 講講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英俊 高開之後 反覆向好的 升幅一度超過600點 而且曾經從上25000點的水平 不過下半場中段開始 升幅收窄 曾經收窄到400點 但美市又升幅上升 全日升513點 收24890點 成交都維持著1414億 今天市能夠大幅向好 豪島股要記一功 因為升得很厲害 銀河月落升5.5% 三元有多 逼近60元 原因是 珠海很快會恢復赴澳自由行 即是珠海市民可以很快到澳門玩兩手 好了 而且剛剛公布了 中國居民在九月底 九月下旬 都會扮赴澳的旅遊簽署 即是內地人可以再次去澳門玩幾手 搏一搏 加上除了去升之外 匯豐這些金融股做好 匯豐也有3% 即是小友跑贏的市 騰訊上星期就開始轉躍 昨天都再跌了 今天都反彈上升了 所以市值幾股的重要力量 加起來之後 推上升500點開外 好了 今天市值都挺厲害 升勢都不足 曾經上過25000點 看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市場人士或小顧問 當然會想這個問題 究竟會爆邊 爆邊才會突破 今天升得這麼厲害 當然想一下會不會向上突破呢 會不會呢 初步看 我覺得可以從幾方面去看 或者 過幾關才有可能出現爆邊 爆向上的情況 第一關當然是說科技股 剛才提到的 那幾隻股份升得厲害 銀河 匯豐 都是傳統經濟股 除了騰訊之外 騰訊明天就公佈業績 市場人士都是衝憬業績 特別是 他剛剛公佈了旗下的騰訊音樂 出來的業績是不錯的 升預期 已經升了 股價 所以大家對明天的騰訊股價 就有點憧憬 但是 意思同時 其他的科技股 今天是獨潮水 起碼恒生科技指數是下跌的 去回7200點的水平 阿里巴巴也是叫做升 升倒 但是 美團 以至 特別是晶片股 或者半導體股 就出現比較大的跌幅 市升 科技股就逆市下跌 所以能否爆邊 第一個考驗 或者第一關 科技股轉了藥 會不會進一步轉藥呢 現在看外圍情況 都有這個風險 因為 先看看這個指數 這個指數就是 納斯達指數 最近科技股轉藥 都很大可能 跟納斯達指數有些 疲態有關 看到了 過去這兩個交替日 納斯達指數都是回軟的 昨天 跌42點 但是其實看到了 道指在300點開外 道指升 納斯跌 亦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跟香港的 就是 傳統經濟股為主的股份 指數就上升 或者傳統經濟股 就上升 但是科技股的指數 科技股就有些回軟的勢頭 現在 納斯達指數 一來就看到 連續兩天回軟 走勢一般的 特別是 一度已經迫近前浪頂的支持 昨天的低位 是10849 這個前浪頂的支持 10839 即是10點左右 要穿了10點 就會穿了前浪頂的支持 走勢就會轉弱 這是第一個 好像 有些 危險 納斯達指數 起碼有些隱憂 第二個 就是 開始越來越多 美國方面的人 就說納斯達指數或科技股 有一個 泡沫的可能性 其實之前都不斷提 整個市的升勢 集中在幾隻的科技股 頭五隻最強的科技股 佔的市值已經佔了很多指數的 一半 或者四成 例如納斯達指數 一百 五成都來自五隻科技 重磅股 納斯達一千也有四成的市值 是來自這個股份 甚至標普五百指數也有兩成 都是來自這幾隻 強的股份 換言之聲勢很集中 是令大家對納斯達指數的走勢 是有點憂慮 現在最新的說法 就是納斯達指數今年以來 已經35次創造歷史新高 而且在過去一年 他的表現和傳統經濟股 能源和金融的比 升多了七成八 大家覺得這個 越來越多人覺得 是泡沫的開始形成 甚至出現了泡沫 所以 納斯達指數有可能 回軟十個百分比 如果 接近晚一點 納斯達指數回軟十個百分比 可能要逢一萬點 這個不多不少對香港的科技股 都是一個拖累的作用 所以 接下來 第一道關係 看看科技股能不能夠 香港 能不能夠搜到重要支持位 如果能夠搜到 就有了恆生指數 爆變向上 因為你弱的股份 如果能夠搜到支持位 是好現象 這個是 騰訊 騰訊重要支持位 就是綠色 這個區間 就是支持區 已經下去了 曾經試過彈上去 這個支持區的底部 是481元 大家留意住 這個要480元 如果失手 就頭尺 至於阿里巴巴 現在 形成了三角形 只要跌一跌 就穿了三角形底部 就有轉弱的危險 只不過更加重要 就是看著這兩個箭咀指著 綠色和紫色 綠色就是236元 這個231元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技術分析 穿了三角形底部之後 要等確認 確認了什麼呢 就是穿了三角形的低位 三角形低位 最低 就是這個 紫色 231元 大家留意住這個位 這是第一道關口 第二道關口就是 傳統經濟股能不能夠 今天轉世向 再衝突破阻力位 這兩天都有一些好消息 剛才說了 豪島股 就有一些好消息 就是內地的居民 老老續續 不同的省市 可以重新 再來澳門 玩幾手 玩幾手 當然對豪島股有利 事實上 起碼看這隻銀河娛樂 走勢都是有利的 這個可以看成什麼呢 可以看成一個 頭肩底 當然這個是複式的 因為這邊 右肩 比較複雜 左肩 跟頭部 都比較標準 右肩 複雜 可以叫做複式頭肩底 穿了 穿了頭肩底的鏡線 而且穿了頭肩底的高點 這個就是這邊 所以走勢出現了突破 成交配合 接下來 重要的左位是什麼 就是這個前浪頂 63.4 要穿了63.4 就確認向好 那就厲害了 與此同時 金融股 都要看一下 因為金融股 最近美國的金融股 銀行股 都很威衰 不斷升 扯銀行股 升 所以 匯豐雖然 壞消息前身 一波接一波 一波未平 一波又去 但是今天都能夠有3%進漲 看走勢 都很像 有點像樣 總算 突破了下降軌 這裏 這裏就形成了兩個黑色箭嘴 形成高低腳小傷底 而且 今天的高位已經穿了這個 紫色箭嘴指著前浪底的阻力 走勢是 好一點的 沒有之前那麼弱雞 好一點 那 至於能不能夠 再 好一點 就要看一下這個 紅色箭嘴的關鍵 這個是前浪頂的阻力 就是36.6毫半 如果穿到 就初步可以扭轉 一浪低浪的走勢 擺脫近排的弱勢 有機會再做好一點 所以 看著匯豐這個位 至於內地 銀行古代 雖然今天出的業績 稅貴麻麻地 包括新增人民幣貸款 以至 社會 融資規模 出來的數 都是比市場越來越差 但見到內銀股 走勢都不錯 比如工行 都有形成的雙底 小雙底 都是突破了下降軌 只不過 這個雙底的頸線 還未穿 看著 4.6毫半 差不遠 如果穿了 走勢也是轉好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說這些傳統經濟股 都能夠突破 剛才我講的阻力位 就過了第二關 第三關 就看回恆生指數 自己 今天 看到衝了上去之後 就回軟 仍然 首位 五十天線之上 但是二十天線再一次 就得而復失 顯然 二十天線 遞了阻力 遞了阻力 就是看著 智識戰爭 就是25201 前浪頂阻力 如果穿了這個 就過了三關 順利過三關 爆邊的可能性 就增加了 好了 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